建安五年 公元两百年 袁绍和曹操决战于关渡 出乎很多人 意料之外的是大败的一方 不是曹操 而是实力和兵力远在曹操之上的袁绍 袁绍之败主要的责任在他自己 很多人都说袁绍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正确建议 这话有一定道理 其他的不说 只说关渡之战前夕 袁绍麾下三大能力最强的谋士举兽 田锋和许优三人 曾分别献灭曹之计 从事后的情形来看这三条妙计都有一定道理 那么哪个方为上策 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先来看看三人具体的灭曹之计 举兽的建议是 一先前史献结天子 务农一民 若不得通 乃表曹是格我王禄 然后进屯黎阳 剑营河南 一座舟船 擅置器械 分浅惊奇 超齐边边 令笔不得安 我取其意 三年之中 是可作定也 田锋的建议是 曹公善用兵 变化无方 众虽少 未可轻也 不如以九尺之 将军聚山河之故 拥四周之众 外劫英雄 内修农战 然后捡其精锐 分为其兵 成须叠出 以扰河南 旧右则积其左 旧左则积其右 使敌疲于奔命 民不得安业 我为劳而比已困 不及二年 可作客也 许优的建议是 公吾与曹香公也 极分诸君持之 而竟从他到迎天子 则是立成矣 举授建议的核心就是先礼后兵 打持久战 以优势兵力 一步步蚕食曹操的地盘 再以其兵持续不断的骚扰曹操 袁绍自己则做好备战的准备 如此一来 三年之内大势可成 田丰建议的核心思想和举授差不多 都是不建议急着和曹操决战 而是以持久战和消耗战皮操 不过他更侧重于对曹操前方的骚扰 许优建议的核心就是一方面分兵和曹操相持 另外一方面以精兵齐袭许都 迎奉天子 当时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差不少 兵力也远不如 袁绍 关渡之战曹操才凑了三万多兵马 袁绍有十一万左右 举授和田丰的以优势兵力骚扰曹操的皮操之策是可情的 只不过举授的策略相对保守和更为稳妥 在皮操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发展 所以时间上需要三年 田丰的策略更为激进和积极一点 进攻性更强 所以时间上值需要两年 196年汉县帝迁都后 曹操在许都大力发展屯田 为此他连骁勇的青州军都放弃不用全部用来屯田 关渡之战时 曹操即使兵力不足 也不见青州军身影 就是因为青州军战场纪律 败坏已经成为了半军半农的屯田军 不再参与作战任务 不过从关渡之战曹操极度缺粮草来看 屯田暂时还没见多大成效 举兽和田丰的皮曹之策 在战略上来说是上策 但是举兽留给曹操三年的时间有点长 因为再怎么骚扰 也不可能骚扰到屯田的许都 没有大规模的战事 三年之内 曹操加大力度屯田和训练士族 实力肯定增长很快 相比较而言 田丰的策略更为积极 皮曹的力度更大 两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 何况田丰还提出外界英雄 也是一招妙棋 从孙策放言说要袭击许都 以及关渡之战期间汝南 叛乱贫生来看 曹操的后方一点都不安稳 所以综合来看田丰的策略 比举兽的更为靠谱 至于许优的棋袭 许都之计太过冒险 曹操岂能不会防着袁绍这一手 从关渡之战期间 即使前方战士在吃紧 曹操依然安排 夏侯渊 蔡阳和曹红率兵万鱼屯驻南阳到颖川一线 以及满宠和李通八千人 镇守汝南一线来看 曹操对于对手 可能出兵骑袭许都 早有防备 当时袁绍 孙策 刘表 都有可能会出兵许都 关渡之战曹操总兵力才三万多人 南洋 颖川 汝南三个许都的必经之地曹操 就安排了近两万兵马 所以许优骑袭许都的冒险行动成功可能性很小 总的来说 田丰之既是上策 举兽之策是中策 而许优之计则是下策 不过可惜的是 袁绍一条都没听进去 如果他采纳了田丰或者是举兽的皮草之计 很可能统一北方的旧事 袁绍而不是曹操了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